有一个爸爸好喜欢玩玩具 喜欢到他只要有钱就把玩具买回家 买到后来变出了一个博物馆 那么这个太太还能够接受 导致女儿很不理解 对爸爸很不高兴 一直到爸爸过世了 那么后来女儿接手了这个玩具博物馆 没想到做的比自己想的还多 我爸想要弄玩具博物馆 会不会太夸张 我们家突然要变成有一个玩具博物馆了 我那时候觉得很惊吓 然后可是爸爸说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不然我收这么多玩具 我不能跟人家分享怎么样 爸爸对玩具热爱的程度 江仪欣从小就很有感触 只是他完全想不到有一天 爸爸不但真的成立了一个玩具博物馆 而他还会成为接班人 小时候爸爸买回来的时候 他都不让我们碰 我可能玩到一半我很喜欢的玩具 他就会觉得这个好像可以收 他就会默默把它收起来 收到他的小宝库里面 我就再也找不到玩具 等到我长大 我接手玩具博物馆 我来策划的时候 我才发现一打开某一个车子里面 这都我的玩具 这都我的什么玩具 这都我的八条玩具 这个是我的什么毛毛虫八条玩具 然后就会很生气 原来小时候想说还在懊恼 说怎么弄不见了 可能带去学校或什么 不是都被爸爸偷走了 在物资匮乏的四零年代 江仪欣的爸爸江文静 七岁那年 用存了好久的零用钱 买了人生第一个橡胶水枪 小男孩对玩具世界的迷恋 长大后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还特别到玩具公司上班 后来有了经济基础 他开始四处收集老玩具 而且安阿仙是早期 中南部那边有的塑胶工厂 一开始这个大型的安阿仙 它是作为一个挂在墙上的挂饰 台湾四五六年级生的怀旧童晚 国外早期的玩具 江文静都忍不住全买回家 这个是我们翻跟斗童子 它是日本江湖时代的机关玩具 这个目前是买不到了 虽然它是近代去复刻出来 可是目前在市面上是没有再看到 在贩售这个部分 所以爸爸找到的时候他就很高兴 家里堆买了老东西 让太太王碧霞很抓狂 经常上演你丢我姐戏码 就在十三年前 江文静决定把当时经营的超市收掉 改开老玩具博物馆 好展示他多年来收集的三千多件珍宝 几乎要闹出家庭革命 别人为什么不用这样 为什么我要这样 那段时间当然很辛苦 因为别人就是嫁给一个老公 就是不一定到不愁吃不愁穿 可是不用再为了这个 你为了这个因为刚开始 说在台湾那时候没有人做 那你要做一个 他说他要做的博物馆 是台湾目前没有的一个博物馆 为了让博物馆更有规模 江文静可以不怕辛苦 南下十几次拜访收藏家 只为了带回一个绝版玩偶 在他心中玩具的价值 就在那一张张满足的笑容 就是看他这么的固执 他就真的是想要做 因为他看到团体来 然后要走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跟他很开心 小朋友还会跟他费一个 就说江石叔再见再见 这样他就很开心 他就觉得很骄傲 他觉得这就是他要做的 他的执着感动了太太 王陛霞出钱出力 裴先生一起逐梦 不过要打理一个博物馆 谈何容易 微博的门票收入 很难打拼开销 夫妻俩全台湾跑透透 伴活动宣传理念 玩具这两个字 也是在从汉朝时候开始 才有这个玩具两个字 不只是介绍玩具怎么玩 江文静对台湾铜腕产业背景 也做足了功课 总爱分享许多历史故事 玩铜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很大 他要把早期玩过的铜腕类 他们在巷道 巷弄里面玩的游戏都把它带出来 我觉得他觉得现在小朋友没有玩到那个太可惜了 那是群体的玩具 群体的玩法 那跟现在单独玩电脑是不一样的 博物馆也可以不只是陈列 还能亲自操作体验 即便是妇科版的玩具 有些也都有点历史 特别难照顾 还好王碧霞很有实验精神 自告奋勇 当起玩具医生 差一块 他每个人拿到这样的时候都不知道他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玩 就是这样 你看 我就要把它粘好 不管什么都还是要知道它的原理 我要知道它的方向在哪里 找对它怎么做才有办法把它修起来 姜文静对老玩具的热爱也渐渐影响太太 王碧霞不但试着修复每一个被玩坏的玩具 也研究制作 怀旧同玩 用一根稻草或吸管做成的小人偶 就是他儿时记忆里在稻田边最单纯的快乐 你看我可以把它做到他在拍手 夫妻俩一起为了梦想打拼 国务馆的营运也越来越上轨道 不过就在八年前江爸爸却因为心肌梗塞发作 住院做了心导管手术 八点左右进去家库病房 然后跟他聊天 我们聊到八点三十五分 爸爸就走了 所以那一瞬间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 每一个环节我都觉得很震撼 就很像是真的很像是 其实江疑心之前就担心父母太操劳 劝货爸爸干脆想办法把博物馆交给政府或企业接手 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梦 不是我们有能力复合 其实我常常那时候就跟爸爸有过这样的争执 那他甚至为了这一点 他真的很生气到也不想跟我讲话 我没有想过爸爸就这样 就这样他没有再跟我讲过任何一句话 而他最后清醒的时间是留给一个正在跟他冷战的女儿 我觉得好像老天爷有点注定说 我必须要把他延续下去 江疑心原本没打算回来接班 为了守住并塌前的承诺 他大学一毕业就栽进博物馆学着打理一切 但一开始没方向 母女俩常因为经营理念起冲突 才回来一年 江疑心就当了逃兵 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民众上一些多的互动 或是活动或是怎么样 可是一开始对妈妈来说 可能我的那时候想法也不够成熟 我只是有这个方向 可是我的落实方 执行方向还不够完整 所以妈妈会觉得说这样不可行 那我就会觉得蛮受挫 经过一年多的沉淀 在一次回家帮忙整理老玩具的过程中 江疑心采想通 原来自己本来就喜欢历史 喜欢老东西 他和爸爸的喜欢没有不同 其实我对他们都不陌生 只是我一直没有去 好好的再重新帮他们去做一个 不一样的诠释 或者是不一样的展出方式 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他们其实就是我兄弟姐妹 也许我长得多大 其实把爸爸带回来的时间 就是这么久 以前爸爸只是收藏 归队后的江疑心 想把他们更加系统化 让台湾即将失传的玩具再现 他翻书研究玩具历史 虚心请教老一辈的人 把爸爸的收藏 重新一年份编排 只要有缺漏 就三天两头 跑到收藏家那里挖宝 我把所有的展品 就像全部堆在地上 我就看着他们 我就开始一样一样一样 去研究他们去整理他们 我把他们的年代 这个是哪一个年代 这边有段 我就开始去找资料去补 所以我花了 整个动工时间一两个月 可是我在先前做的功课 可能长达半年 一般我们看到这样子 就大概可以知道 它是几零年代 那其实有时候 你看到这边有安全玩具 就可能就七八零年代后期的东西 那可是因为每一个玩具 它可能制造商 或是一些其他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就可以跟厂家讨论说 我知道的背景 你知道的背景有没有更多 我们就可以把这玩具的故事更补足这样子 我以前只要进长库 然后就是 它好可怕 它会一直chill一直chill跟哭一样 因为其实我有很严重的过敏 其实我连现在整理完具的时候 我身上还是会起一点红疹 然后我鼻子还是有 还是会过敏 江仪欣笑说 妈妈也跟来 是因为两人要互相牵制 免得对方失手买太多 他们对老东西的热忱 已经不输当年的江爸爸 这一针是我们的实验纹 轰动台湾的云州大卤侠实验纹 江仪欣在藏家那里 意外发现爸爸生前 最想收藏的有马生的布袋细藕 眼睛都亮了 原来江爸爸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大手大脚 他也曾因为 这组藏家眼中的梦幻艺品 价格太高 又过一丝犹豫 实验纹这个是对台湾来说 特别有感情 有共鸣的一个东西 对 特别有一个玩具 那所以那时候看到它有马生 虽然说真的是要价比较高 而且我知道这个东西 算是台湾独一无二的 一个收藏品的展出 决定替爸爸圆梦 江仪欣也积极地对外办展览 努力让世界看到 台湾老玩具的文化价值 两年多来的奔波忙碌 辛苦没白费 瑞士一间博物馆 发现他们的用心 主动腰斩 希望展出台湾战后 乡土时期的手作玩具 国民同晚 几个月后 有更多外国人将见识到台湾限定的古早味同晚 它打得比较会响 爸爸最大的梦想是做玩具村 他是想要大家都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分享 那我现在会觉得说我跟爸爸的梦可以延续 可是又可以达到平衡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除了玩具村 我自己也会想要用一个文创的力量 所以我用爸爸的名字做了一个文静文创 我需要用这个力量去把不只是让人走进博物馆来 也许我可以把博物馆的东西带出去 30岁的女孩原本只是想守住和爸爸的约定 好好把博物馆经营下去 最后她做的比自己想象的更多 我本来觉得会有点心服气躁的个性 反而在慢慢地去看这些玩具 跟这些玩具都摸索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比较获得了一种沉淀 我也觉得自己在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 这也变得比较 想法上又更成熟了一点 他们还在努力 让每个老玩具都能发挥价值 这里不再只是姜文静一个人的愿望 也承载了一家人的情感与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